大家好,我是蓝蓝 吃完晚饭了,我爸也吃完药,然后上床了 我让他等着我回来再睡 因为还有一个睡觉之前吃的药 我现在回家看一眼我妈 然后我再洗个澡,洗个头 顺便我再去超市买点牛奶 买点香肠 再看看需要缺的什么,再买点什么 我给我妈那边买点手持什么 哎呀,一天又过去了 哎呀,一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 哎呀,医院的那个空气啊 现在外面的空气可真好 哎呀,好好的大口大口吸 骑不了自行车也好 我正好溜达溜达 晚上吃挺多的 这个医院离我家特别近 骑自行车十分钟吧 走着二十分钟 万家灯火 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 还不到七点呢 我去对面那个商场看看 下班了 哎呦,我天呦,都打包了,我天呦 天鹤号的 还有吗?这是什么呀?收了吗? 韭子,酱牛肉,这是谁叫的?知耗什么呀? 没有了,东西在哪呢? 你要啥呀? 嗯,就你这个 像牛肉在哪呢? 牛肉 还得先拿呀 那我看不见哈 那蒜苔是要一根两根 哎,不,不要那么多 那就来一根吧 一根都多 那就卖不了了 妈呀,来一根 来一根吧 买了点儿小西红柿 买了点儿酸奶,牛奶,糖 好,谢谢 5块3 行,5块行吗? 那老爸想吃酱豆腐,给他买个酱豆腐 妈,你看我买的茬 这个给来一半根,明天我拿走 我给你买了点西线饼 然后小熊事,你跟我爸一人一半 然后他吃了酱豆腐 有没有这种小瓶 给他装两块 妈,就这样 越小的瓶越好 就这样的小瓶 然后给你们装一下 然后喝奶,给你留俩 给你拿下,我给你喝俩 还要我到医院拿的牛奶 我搁的你 那儿的牛奶太贵了 而且客户特别少 对,喝奶 行了,我不说了 我得洗澡去了 妈,你把肉水器给我开过 我得赶紧走呢 大家好,我是兰兰 回到家洗了个澡 头现在没有完全干 然后借这个工会呢 我就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看到评论机留言 就很多人都比较关心 住院就关于房产 这个治疗的这个话题 今天就是医生找我谈话 因为昨天的抽血的话 结果出来了 然后就说我爸呢 是重度的心脏半膜出了问题 他说这个就是比较危险 而且说这么大 这么大岁数呢 也有风险 说外科 就即便你转到其他医院的 外科可能也不敢开胸 来做这个手术 他呢就 反正我就七上八下的嘛 然后他们就给换药了 我就感觉我爸每天吃的药吧 就到这来以后呢 他把药量减少了 每天不断的测呀 测心率呀 然后测血呀 测血糖啊 然后抽血呀 化验呀 就是每天都监测的 总而言之还是在医院吧 就是你 比较踏实 你出了什么事吧 有医生有护士 就是 就是还是比较放心 因为他不是说 就是特危险吧 这个重度嘛 所以我就挺紧张的 然后我就老在那个楼道里面走啊 就老想呢 再问问大夫 可是那个大夫呢 他就下夜班呢 就回家了 人家中午12点回家了 但我不知道啊 我就挺着急的 后来正好有一个大夫 从那儿过 他说你有什么事 是哪个病床的病人啊 叫声名字 我就跟他讲 他说这个我知道 我们三个医生会诊的 他这情况我清楚 他说 我觉得你不你这个 不像重重度的啊 半膜损伤 他说你看他的肾功能啊 包括他没有表现啊 腿也不肿 很多他如果出现重度的话 他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 会表现出来 我说那怎么办呢 他说要不你就再重新做一个啊 再照一个看看 今天晚上 包括今天白天一天啊 我爸吃饭吃的呢 叫一个香啊 就吃的比我都多啊 我都担心他啊 你吃太多了 心脏负担不重啊 他说没事没事 他说我突然就饿了 这两天他都不怎么 好好吃东西 吃的特别少特别少 然后今天啊就 我说一般啊 就是健康的人 吃东西才香啊 才想吃饭啊 我说您看 往健康的方面去发展了啊 我爸说对对对 我好了我好了 真是有病吧 还是哈 就是积极的跟医生配合 然后医生呢 反正我们那个主治大夫 真的特别上心 特别感谢他 又给我们换病房 给我们到高患病房 什么的 就是老经常 他在班上的时候 就老过来跟我说 我爸那些情况 出来一个结果 他就把我教授 给我讲 怎么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 怎么回事 然后也加上有朋友嘛 他们找的是安真的 主任大夫啊 就吃了药什么的 就说那特别管用 他几年了 房产都控制的很好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药名吧 就告诉大夫 然后我们在哈 家属跟大夫要及时的沟通啊 就及时的商量对策 然后同时要安抚病人 我爸本身他性格就挺好的 就是他 他也是吧 从小就是 嗯 所以他也很 很想得开 就是 生死由命嘛 每个人的命都是有定数的 就是有的时候 你想怎么样 他是 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就尽力就好 就遇到事儿了 别怕 就尽量去解决 解决不了呢 也没关系 就是积极的面对 行 今天就分享了这么多 我得赶紧去医院了 拜拜 请点赞关注哦